看电视看到一半出现跑马灯提醒 因为秋风太阳磁波干扰 会造成电视画面暂时中断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又为什么会是在每年秋风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日灵现象搞的鬼 机箱站主任张庆雄表示 所谓的日灵现象 由于台湾未处于北半球 因此经常出现在春风及秋风这两个时节 在这两个时节当中 太阳所产生的太阳磁波 对于卫星讯号影响最大 导致有线电视的卫星讯号受到干扰 出现讯号中断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卫星 我们这个通讯卫星属于同步卫星 它是位于在地球 约上面大概11公里左右的位置 然后它是停在那边不动的 在赤道的车上面停滞不动的 然后刚好在春风跟秋风的时候 我们的太阳是正对着地球的赤道 刚好在这个路上 在这个线上 所以说我们那个太阳刚好在我们的卫星的正后面 它就产生了一个零日 这是我们的卫星会零日 那这个它的太阳风的干扰之下的话 你那个卫星的讯号就变差 变差 因为那个最主要受时的这个源头变成是太阳 所以说得到的讯号有可能是太阳给了一个杂讯 原来所谓的日灵现象所指的意思就是 每当每年的春分以及秋分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太阳正好直射地球赤道 而卫星通常是在地球外固定的位置 这个时候将会形成太阳、卫星与地球连成一直线 此时的卫星讯号接收点会同时收到来自卫星以及太阳的电磁波 因此电视讯号会受到干扰导致接收异常 需要得到太阳通过卫星正后方之后 讯号才会恢复正常 而讯号接收异常的时间将会持续数分钟不等 日灵现象发生的时间点 根据不同频道使用的不同卫星而有所差异 如果您看电视看到一半发现讯号中断 别担心,稍等一下就会恢复 记者蔡红祥、吴梦伦报道